大家好,大叔的眼睛 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广西 这趟广西之情呢,印象不错 这一路上啊,我就住在车上,也住了宾馆 在这上面呢,我给龙龙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物件 解决了我房车的大问题 就是我眼前这个东西 大家看,这个 可以背的,可以提着走的 什么东西呢,是个椅子 好,我给大家变魔术,变一下 看 这边灯光足一些,我在这边看 啊,是个椅子 可以承受好几百公斤呢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车厢那边呢,狭小 它不在地方,收纳起来就是一个铁饼一样 同时呢,你坐了哪都可以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种状态 你看,我把座位扶起来了 一边放下去了 我坐在这里 你看,我坐在这里了 我在这里,烧水做饭都可以 那你看我坐在这里啊,烧水做饭都可以 也可以办公 还有一个用途 我把这个椅子啊,放在这里 呢 呢 我坐在这 我那个座位不用扶起来 这坐一个人 我坐在这里吃饭 你看 我坐在这里吃饭多好 我坐在这里吃饭 有时候呢 我不想坐在那吃饭 我还可以坐在这里吃饭 呢 我就坐在这里吃饭 你看多好 你看我也坐在这里 是吧 因此这把椅子啊 真的方便 车上背一个 两个都行 即使这把椅子呢 还有一个好处 我们如果假如说 出门了 上街了 累了 我们背着它 瞬间就把它打开 然后坐在那里休一休息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现在是打开状态 一会我把它收起来 大家看一下变个魔术 哎 瞬间 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是吧 一个小圆圈 你放在哪里都不占地方 你还可以背着 上街也好 是吧 旅游也好 特别方便 现在啊 房车 与其房车配套的东西很多 这个东西呢 不仅房车上可以用 生活中也可以用 再就是我这个车了 我平时呢 我在前面开车 副驾呢 就躺着这个地方 睡觉 累了 还可以坐在这儿 就这样的状态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放下去 挺好的 这个上面呢 我还没睡过 最近 就挺好的了 目前这个状态 你看 从后边看一下 对不对 什么车呀 都不如这个车好 不大不小 进市区 进城市 都挺方便 累了呢 还可以休息 目前呢 我正给这个车呢 找一个拖挂 把这个拖挂按上以后啊 那就无敌了 行驶过程当中 这样睡觉 偶尔中午休息 到了一个地方 把拖挂一甩 睡了拖挂里 然后呢 还可以开这个车前车 出去玩 最理想的 现在就是为这个拖挂呀 在这里呢 烧脑筋呢 大家给个建议吧 就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